那我想这场比赛最有亮点的球星应该就是德国队的穆勒 他临摩一脚就像你刚才讲的 就是因为这个球员他算蛮年轻的嘛 从上届他就拿了金学嘛 所以他如果下半场就是因为他的出现 让整个比赛就完全就是可能打破了默契球的那个说法了 所以他算是德国的英雄吧 可是他那一脚真的很神耶 很绝耶 他是补一脚 补这么多一脚就进球了 而且还是蛮远的在进球之外 因为他本来就是德国这一次这一届就是说可能是打一个无风嘛 就是像可能采取像西班牙那打法 就是常常会把穆勒推到前点去 过下半场那个他们的那个主帅洛夫他就 他就变真嘛把那个老将克罗斯放下去 然后就把穆勒左移移到左路嘛 所以他就是那一球就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穆勒是在前点的话 他就不会有这个进球 他就是因为仪器走左边了嘛 所以那球弹出来被门将扑出来的时候 他那个补射也是非常的漂亮 那弧度都有 而且哦 那他四力进球 对 他在这一场跟梅西很一样 现在他可以说是叫板那顶级球星了 就可以像梅西跟内玛尔四个球 所以他现在是放眼追连续两届都拿 最佳射角吧 我觉得他的机会也是蛮大的 因为他这个球员他的机动性很强 他的灵性很强 他常常会抓不抓机会的那个能力很强 常常会出现 就好像那一场他对葡萄牙的时候进了三个嘛 所以他都是很会跑位啊 就是常常会在那个点他就出现 那这一场比赛你觉得还有没有其他球员表现不错的 点评的就是那个老将克罗斯嘛 因为大家说这一场就是可能大家就会摸气球 然后德国的那个机会很高嘛 所以他们可能就 可以就是说可以放慢那个节奏 就就是跟你在那边拖 可是他就那个克罗斯出来 他就没有那种没有那种那种 没有说放松 因为他虽然讲他36岁 可是他说他还是很拼 就有其中他出来的时候就下半场 下半场替补出去的时候 他又一次的那个从前场追回 追追到那个禁区那边风度了 那一幕讲真的会让我感觉 哇这个球员真的很了不起 他完全展现了德国人的那种钢铁的意思 可是他还是没有 还没有能破那个大罗的 破那个记录 就是说他根本没有把这个破记录 放在他自己的就是priority 没有说是他的主要的那个目标 就是反而是他 因为他之前也是说过 他说相比起他如果是破这个记录的话 他更宁愿 更想的是帮德国争取的每一场上 所以说他是把国家队 置在自己自己个人之上 所以看来秉辉对克罗斯还蛮印象深刻 然后充满敬佩的